你的纠结是来自于说 我能不能原谅他 是这意思吗 是的 这个聊天的内容 是他说的那种 所谓的两个人在糊涂 情感困惑 还是你说的 非常暧昧的那种内容 我当时只看到了关键词 因为我就是没有犯完 我就看到他 他跟别人就是说 宝宝 什么想你 我就不想往下犯了 就不是那种亲密的聊天 有时候他看我的聊天记录 就看到 比如说我说一个 就敏感的词 就不往下看了 你明明知道他介意这个 你干嘛爱说敏感的词 就是他不看完 他不了解那种 就是全过程聊的什么 他就看到敏感词 直接就生气了 所以对你来说 你是认为说 你并没有什么这次聊天 是吧 对 是个误会 对吗 是误会 对你来说 你觉得看到关键词了 是吧 是 因此不知道 敢不敢相信 或者愿不愿意相信 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简直就是 无理脚三 我跟我们说 我现在被关好 我改好 我改好 从华 我改好 在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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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